福老協助政策之一的擴大老人假牙補助政策 那我們都知道呢 其實呢 作為一個新北市長 我們都要照顧新北市民 那我們也知道 其實最需要被照顧的包含了這個孩童啊 還有長者們 蘇文章之前呢 他也提出他要打造全台 也是全新北市的親子體驗博物館 他要借盡外國的經驗 像是大阪啊 博士頓等 要打造一個孩子們的快樂天堂 讓小朋友玩得開心 父母也安心 那我們也知道 我們年紀漸漸增長 我們也需要被照顧 而長者也是很重要的 被照顧者的一環 那蘇貞昌今天他要提出他的 扶老西游的偵測 也相信他未來當選市長呢 一定會盡全力的來 為這些老人們爭取福利 為這些長者們爭取他們應有的福利 現在就讓我們歡迎 新北市長候選人蘇貞昌 歡迎 嗨 大家好 今天我來和大家報告 我們要提出來的老人福利政策 就是擴大老人裝置假牙的補助 大家知道老人家漸漸身體會有變化 我和我媽媽在她年紀比較大以後 都是住在一起 所以我非常清楚這一個方面 因為老人家漸漸牙齒掉 漸漸主角就會不那麼好 很影響健康 進一步呢也會整個臉部都會有變化 而且看起來就會比較難看 甚至影響他出外社交生活的意願 因此我覺得如何裝置假牙是很重要 但不是每一個老人家都裝置得起 而現在看起來 新北市這一方面蘇其他縣市很多 所以我要來特別 就老人家裝置假牙這個部分 給予擴大補助 就是65歲以上的長者 我當時選新北市長後 我要特別予補助 那現在大家可以看到 目前衛福部是65歲以上 低收入富跟中低收入富才有補助 其他這些縣市是65歲以上的長者都有補助 那目前的新北市是只有增加60歲以上的低收入富才有補助 而我是就65歲以上都要給予補助 但是要有排富 也就是在金字塔頂端的長者 他本身就負擔得起 那這一部分我要特別予排除 那在這一部分的老人家就不予補助 但其餘的我們就扣他補助 所以這樣子情形下 我覺得很多老人家就可以 就他的需要裝置假牙 也不用像網路上流行的梗說到南部裝假牙 就不用這樣做了 謝謝 好 兩位美女朋友有沒有什麼 針對我們今天的這個福老邪幼政策之一 擴大老人假牙補助有沒有任何問題的 好小童 自由小童 來一次 請問一下那個補助的方式 現在 就是 這個政策在我當了新北市長後 我就 推動這個政策 編了這個預算 給一老人補助 謝謝 好還有沒有媒體有問題的 沒有嗎 那我們今天呢 這個福老邪幼政策就到這邊結束 那相信呢 今天我們推出這個福老邪幼政策 擴大老人假牙補助 是長者們現在都最需要的 也是我們未來 因為我們也會老 未來也會需要被照料 可能也需要有這樣的一個補助 也需要這樣的一個政策 那也相信呢 蘇貞昌未來當選市長呢 他也會盡全力的來照料 長者們的這個福利 那我們今天記者會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 謝謝